那刚刚讲那么多东西 运算思维,它会具有CEO的能力 讲设计思考,它会有开创者的能力 讲抽象化,它有变成学霸的能力 讲其他的资料表示,它有具有说服力之类的 但是这些东西你都学了之后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现在都说教运算思维很好 可以教到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全部都会运算思维 全部都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好不好? 很棒,但是设计思考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不行,因为他只会停留在这个level 对不对?如果你教抽象化教得很好 那其他要不要教? 要!所以不能因为老师只懂运算思维 所以你就希望小孩子全部,我把你教到最好 老师已经用毕生十二成的功力 全部加做在你身上 你就是运算思维很厉害了 你就朝这个方向前进吧 这样就好了吗?不够 不够了,不够了 因为你还要退一步看看别的世界 以后不一定走那条路啊 对不对?你要不要直接跟他讲说 你以后就走这条路 运算思维一定要学 以后你就是走这条路 你就是要用这个方法 这样 叫运算思维 小孩有资格变成新优 教设计思考 小孩有资格变成开创者 教程式 小孩有机会变成工程师 最厉害最厉害的就是 跑到工程师的头 叫做高级工程师 或是RP部门的主管 但是他要做哪一个是你能决定的吗? 不是啊 就算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都不能当他决定未来 所以我们就是使劲的交 但是你不能限制他的未来 所以我们老师其实 老师最重要的就是 一直把他开窗 让他看到无穷无尽的世界 然后我们把他垫高 我们当他的楼地板把他垫高 高到让他可以看到全世界 让他自己去发展 自由发展 你千万不要去限制 你当他的天花板 就会限制他的成长 因为有些人会说 老师多厉害 学生就多厉害 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他会限制孩子的发展 那我想今天的时间 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那里面的那个细部的操作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某个地方 在课堂上 真实的情况细部怎么操作的 就有机会再说吧 因为时间真的不多